如果你也常常有这种 遇人不熟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渣男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我们想给的机会 其实是去改变自己这样的惯性 尹未的故事让我想到的是 他所描述过去的几段感情 其实他自己内心都有一个 很向往的某一个主题 或者是某一个特征 所以在追逐这样的特征的时候 其实他把这个部分放得很大 就好像你把镜头调进 然后聚焦在某一个特点 例如他喜欢音乐 还是喜欢这个男的样貌 气质 那这个点被放得很大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在想 他其他人格 个性的问题 或者说两个人在搭配的时候 会处在什么样的相对角色上 我想这是很多女性朋友 特别是年轻的 那比较多情 比较浪漫的个性的人 谈恋爱都会这样子 我们也都是这样走过来 可是如果大家觉得你已经够了 就是可能像今天节目当中 尹未所说的 连算命师给你的数字 这个quota你都已经用完 你不应该再遇到渣男的话 大概就要有一个机会要去改变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第一个是 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定要从自我实现的方向去找到 如果你向往的是音乐或某一种气息 那么你就把它填塞在自己身上 你想要看起来很诗意 很文青 你就把自己弄成那样吧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往外去投射 因为这会让你去放大一个人 小小的一点点魅力 可是两个人要在一起 基本的个性 基本的人格 耐力 或者说在道德层面上 对待感情的道德层面上 还是会对你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们把想要的东西 放在自己里面 就不会再一直投射期待 你也才能够用公允的角度 看到一个人的全貌 感谢观看